功率POWER P 我们来看甲跟乙这两个人 甲乙两个人的体重相同 他可以从同一个楼梯的底部开始往上爬 如果说今天甲比乙先到达楼梯的顶端 他们两个在垂直方向上面的位移 都是楼梯的高度 那么请问你 这两个人做工的比较如何 这两个人时间不一样 是什么项目有差别呢 首先这两个人的体重相同 位移也就是楼梯的高度也相等 所以两个人克服重力 所做的工其实是一样多的 换句话说 做工跟你的过程没有关系 跟你花的时间也没有关系 做工只管的是持续私利的大小 还有沿私利方向上面移动的距离多广 但是他们时间不一样也 那是在哪个意涵不同呢 由于完成做工的时间不相等 甲比较快 甲的时间小于乙 你可以说他们做工的快慢是不一样的 那为了描述这个做工的快慢 今天老师要介绍你一个新的物理量 就叫做功率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会由机器来代替人工进行这个操作 或者是组装 主要就是因为机器跟人来比较 它的功率比较大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做相同的工 它可以花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如果我们将外力在单位时间之内 对物体做工的话呢 你可以称它叫做功率 简称为P 那这个工的单位如果是交额 而时间的单位是秒 则功率的单位就是交额除以秒 又称为是瓦特 纪念瓦特先生 你可以说是W-A-T-T 也可以直接简写为W 那我们说外力在一秒钟之内呢 对物体做工一交额 则这个外力对物体做工的功率 就称为一瓦特一个W 其实在生活中 有很多的电器用品 譬如像灯泡 因为停过100瓦电灯啦 或者是灯管 18瓦的省电灯泡啊 或是吹风机 880瓦 1200瓦的 甚至音响 微波炉等等 这些电器的用品 都会标示出它耗电的功率大小 如果今天有一盏标示60瓦特的灯泡 那么在正常使用的时候 这个灯泡每秒钟会消耗电能60焦耳 转换成光能或者是热能 那我们现在常常会使用的是省电灯泡 我们要怎么做比较呢 你可以说它在相同瓦特数的时候 就比较那个亮度 也就是流明 当然是发光效率高的灯会比较好一些 可是如果你今天亮度是一样的 一个呢会耗电13瓦 另外一个只耗电10瓦特 那当然是这个10瓦特的比较省电了 所以在生活中 我们会看到像这种氦气灯啊 它是100瓦 另外呢像这种探照灯 手提LED的探照灯 它标示了30瓦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你常看到的这个微波炉 有没有看到微波出率 800W就是800瓦 每秒耗能800焦耳的意思 OK 所以功率的计算 你可以利用外力做的功去处理时间 功率的代号是P 功的代号是W 功Work 这个做功的多挂去处理时间 最好用的是单位是秒 那么你就可以计算出功率的大小 当然这样讲是不容易记住的 所以我们来练习试试看 有一台推高机 如果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推高机 在20秒钟之内 把200公斤的货物 等速度提升2公尺 那么请问你这个推高机的功率 有多少瓦特 在计算功率之前呢 我们可能要先计算这个推高机 对货物做的功 因为货物等速度提升 所以呢在垂直方向上面提升 等速度合力为0 所以推高机对货物的作用力 至少要克服货物的这个重量 所以今天是200公斤重的货物呢 你可能呢 这个施力就至少要200公斤重 这200公斤重相当于多少牛顿呢 记得要乘以9.8 此外在力的方向 提升了2公尺的垂直高度 所以移动的距离2公尺 是我们第二个重要的线索 所以算做工的大小 力是200乘上9.8 移动的距离是2公尺 所以做工的大小是3920交额 那我今天要算的是功率 功率就跟时间有关系了 所以当你要计算功率的时候 你必须再去找线索 也就是这个时间 20秒钟 因此计算功率 要利用功除以时间 所以算出来就是3920去除以20秒 得到196瓦特 在这个式子里面呢 同学有时候很容易搞混淆的地方 是前面一个W 后面又一个W 当W如果在数字的后面 它是单位瓦特的意思 所以你也可以称为是WATT瓦特 所以W放在数字之后 它是单位的意思 如果你把这个W放在公式当中 那么它是一个物理量的意义 在这个地方它是WALK 是那个做工的多寡 也就是利的工作量的多寡 所以这个W和后面的W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前面指的是做工 放在公式里面 这个是指做工的意涵 放在数字后面 这个是单位的WAT 同学有的时候我们一个英文字母 可能会做不同的这个代表 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不然的话呢 可能很多的时候在解物理的题目 你会被自己这个转来转去 完全念的是不一样的 这就危险了 那今天有关功率的介绍 就到这个地方 就让你去做工的 若